好 第15题他说 我把它放大一点 他说 右图是月球绕着地球公转的一张图 好农历9月11的时候 月球的位置会在哪里 好 这个当然我们 你可能很少用农历 可是我跟农历是 中国古代的一种 绿历 好反正你只要记得 初一的时候 在新月 所以新月在哪里 假是新月 我们这边写一下 假是新月 假是新月的话 所以这边就是初一 我这边挂谱写初一 这是初一 初一因为总共有30天 一个月总共有30天 所以丙这边是满月 满月这边就是第十 在农历15日 所以我们叫15 OK这是初一 15 初一初二 初三初四 初五 然后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然后从初十开始 他们就没有叫初十一了 OK就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然后一直到三十 好 所以初一的时候会是新月 满月的时候会是十五 那我跟你说 9月十一的时候 十一日的时候会在哪一个位置呢 农历九月十一 所以十一刚好卡在它的中间嘛 所以大概会在以这个位置 以这个位置是来 是什么月 OK 大概是在以嘛 应该以在偏 以到 丙这 这一个 就是大概这里了 OK 以到丙这一段距离 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B 月球在 以至 以丙之间 OK 再来 这个没有问题 好 再来他说 乘上皮 当月 球经过哪一个位置的时候 地球当天会发生满潮 OK 来 地球 OK 不管哪一个位置 每一天都会发生满潮 而且 比如说早上七点发生一次满潮 下一次就是晚上七点半 OK 它会相隔大约十二小时三十分钟左右 所以 加一饼钉都会发生满潮 OK 所以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B 每一天都会发生 每一个位置都会发生满潮 这样可以吗 因为地球是会自转的 它每一个位置都会对到月亮 一天24小时 每一个位置都会对到月亮 OK 所以 而且每一天会满潮两次 这样可以 好 所以第十七题 我们接着看 他说住在台湾的小鲜发现 OK 一张自家顶楼赏月的照片 这是一张照片 刚好这一天是满月 他说照片中月亮正好在妈妈的头顶上 当天的月像图长这样 他说来现在下列哪一个叙述是正确 A他说当天可以观测到月球从正西方地平线升起 OK 不管是任何情况下 太阳跟月亮都是一样 东升 西落 一定是从东方升起来 西方下降 东方升起 西方下降 所以 请你改一下 那这边正西方改成东方 改成东方升起 从东方升起 好 再来B 他说当天 白天的时候可能发生日时 OK 日时是什么 月亮会挡着太阳 OK 日时我们这边写 太阳或者是写散太阳被怎样 被月亮挡着 被Moon 被月亮 OK Block 挡住 所以呢 如果是太阳被月亮挡住 那月亮要刚好在地球跟 这是地球 E是地球 M是月亮 S是太阳 所以月球要刚好在地球跟太阳之间 这个时候是新月 所以绝对不可能怎样 所以当天白天会发生 日时绝对不可能 OK 那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个B肯定是错的 不可能 你这边写 不可能 不可能 OK 改成不可能 好 再来C 他说当天晚上有可能出现月时 没有错 因为月时都发生在 满月的时候 月时发生在满月的时候 那刚好照片来看的话 那一点是满月 有可能会发生月时 有可能 好 在最后 D 他说 住在美国的阿姨 半个月后才能看到满月 不对 当你今天是满月 整个地球上 不论你是哪一个国家 你都会看到满月 OK 住在美国的阿姨 改一下 过半个月后 你看这边改 OK 改一下 改成什么样 当天就能看到满月 当天就可以 就能见到满月 不用等 不用等半个月 当天晚上他就有机会看到 所以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C OK 只有C是对的 OK吗 这种题目就是慢慢看 一个字一个字读 OK 好 有没有问题 到目前为止 没有的话我就继续了 OK 好 继续 没有人有问题 好 再来他说 第18题 关于下列现象 所经历的时间长短比较 OK 下列哪一个 正确 好 我们就来看吧 假是什么 日出到下一个日出 就是太阳升起 到下一次太阳升起 总共花多少时间 我要问 不用风 假 他说日出 到下一次日出 OK 今天太阳升起 到下一次太阳升起 请问要花多少时间 多少 听不清楚 24小时 24小时 就是一天 24hour 好 再来 以他说 满月到下一次满月 需要多久的时间 我要问 达胜 满月到下一次满月 需要多久的时间 一个月 一个月 OK One month 好 再来最后一个 满潮到下一次满潮 需要多少的时间 我要问 宝琳 我刚刚才讲了 12小时 12个小时 又 三大约 OK 其实他正确来讲 12个小时28分钟 我们大约 30分钟 左右就好了 OK 所以 哪一个时间最长 哪一个时间最短 OK 他说长短比较 哪一个是 最长的是什么 以 再来是 甲 最后到丙 所以以甲丙 答案是D 这样可以吗 自己写在上面 他的时间 他需要时间写在上面 好 再来第19题 第19题 它说民国109年 台湾才用民国 我们不是用民国的 我们用多少 民国109加11 2020年 2020年 这个是2020年 2020年 6月21号 嘉义地区观察到一个叫做日环石的现象 OK 然后呢 这三张照片是当天下午大约3点到5点拍到的照片 请问下列哪一个正确 日环石是什么 太阳被月亮挡住了 这样可以吗 OK 太阳被月亮挡住了 好 这个时候他跟你说什么 时间是下午 来这边把他圈起来 时间是下午大约3点的时候 OK 大约3点的时候拍的 来第一个他说 观察者面向东方 请问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 请问这个时候太阳走到哪里了 走到东方 还是西方 还是北方 还是南方 我要问 汉森 他说观察者面向东方 请问对还是错 错 应该是面向什么方 如果错是哪一方 面向哪里 西西西西 好 没有错 因为下午3点到5点 这个段时间 太阳已经从东边 走走走走走到快要 接近西边了 OK 已经到西边去了 所以改一下 东方改成西 这时候还是面向西方的 好 B 他说 当天全球各地 都可以看到日环石 那很明显不对 OK 不对 OK 不对 再来 他说当天晚上会发生月时 不会 你发生日时的时候是什么 新月 OK 来这边写一下 这个是日环石 那我简单来讲 这个是日时 日时的时候是什么 新月 所以晚上你根本来就不会看到月亮 那你就更不会看到月时 所以当天晚上会发生月亮 月时 刀叉叉叉叉 写什么 当天晚上因为 不对 因为怎样 因为那一天是什么 新月 新月 OK 新月本来就没有 看不到月亮 所以就不会发生月时 好 最后D 他说甲乙甲跟饼 照片中的太阳缺口是月球 遮蔽所造成的 所以答案就是D OK D是对的 好 这是第19题 还可以吗 好 最后了 应该是最后了吧 20题 他说 阿康计划1月3号的时候 跟家人一起去海边净摊 什么是净摊 就是 海边有一些垃圾 就去帮忙捡垃圾 OK 好 出发前 他得知当地的潮汐时间如图 请问哪一个是最佳的 净摊时间 来 帮我 看一下 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好的净摊时间 我要问 谁呢 开闲 你觉得 1月3号哦 注意看哦 他是1月3号哦 这边是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1月3号从 什么时候开始 从 从凌晨 从这边开始啊 从这边开始才是1月3号 因为0点开始了 从这里开始才是1月3号 所以这里前面的都是给你参考用的 今天1月3号几点 比较适合 是最好的净摊时间 6点 6点 因为6点的时候它降到最低嘛 海水降到最低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6点 有 早上清晨6点 所以A是对的 OK 答案就是A了 好 如果他错过 他就想说啊 早上6点很早哎 我不想这么早起床 我想要睡晚一点 但请问他下一次 他还可以选什么时候 开闲 除了6点以外 还可以选什么时候 4点 4点 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 你满潮到下一次满潮是12个小时30分钟 所以我下一次如果我要赶在下一次的话 我可以是什么时候 我可以是下午6点半的时候 然后6点30分 6点半左右 OK 所以 我可以自己多一个选项 1选项 OK 这个我自己加的啦 OK 自己加的 1选项也可以 下午6点半左右 好 这个是第20题 所以20题写完了 这样可以吗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一下 你没有听过这些诗词吗 因为古代 古代的人没有手机 所以他们有时候 就是 他们心情不好 像你们心情不好就会怎样 写可能写一些话 然后放一个 什么 放一张图在你的Instagram 对不对 可是古代人没有手机 所以他就怎样 他看到月亮 他就开始写一篇诗 就是他们抒发心情的 废文 OK 好 反正是这样 他说 总之 把对应的ABCD填在里面 OK 第一个 李白的诗 OK 额眉三月 半轮秋 引入瓶 瓶什么 江水流 瓶什么这个 这怎么念 有人会念吗 不会 这是枪吗 糟糕 我也不会 没关系啦 我不会了 你们也不需要会 OK 平平平这个字怎么念 拼音 枪对这个念枪 这个字念枪 我只找到 拼音 注音在这里 西伊昂枪 OK 枪是一种 记得没有错 还是一种 动物 如果你找 枪 他是一种 动物 OK 三枪 OK 所以 OK whiver 所以 你 重点不是这一个 这首诗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这个 月半轮秋 所以月半哪一个 那一半的 C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来 可怜月 可怜九月 初三月 初三 初一 是新月 没有月亮 OK 初三开始有一点点月亮 所以很明显 B OK B 再来 月黑 燕飞高 丹鱼 夜顿陶 有时候这个念丹 有时候这个念 别的音 我也忘记了 OK 这个 好 这个你不确定吗 OK 月黑 燕飞高 就是 月亮很黑 OK 好这个不确定没关系 再来我们看第四 小时不适月 呼作白玉盘 OK 小时候他不知道 天空那个东西叫做月亮 他以为叫做 他就把白白的 很像一个盘子 OK 所以很明显盘子是圆形的 所以答案是B OK 这个是A 好 大概就是这样 嗯 好 再来 好这边一样 这个是这个就有点像是读一 嗯 我感觉啊这个比较像是考 你们EC EC 考试应该也会考类似这样的东西 就是他叫你读一篇文章 读完之后从里面找出答案 对不对 我觉得有点像考中文的EC 或是ER OK 不管 来 我跟你们说 前面都是废话 OK 我们直接看题目 题目说古巴比伦如何定义中午时刻 我们就去看古巴比伦啊 从这里开始 才是重点 OK 所以前面都是废话 这一句才是重点 古巴比伦将什么 这个念什么 日什么 日免吗 我还我真的不会念这个字 我看一看了 这个字怎么念 热热热 日这个念英文叫什么三 我不知道什么日鬼啦 日鬼 三生归归归日鬼 来自己写 OK自己写 日鬼 OK 知道就好 好 所以呢 古巴比伦怎么 你们知道古巴比伦是什么东西吗 你们有看那个Aternos吗 有哈 Aternos他其中一个 场景就是他们在古巴比伦跟那些人很开心 然后他古巴比伦最有名的就是空中花园 他们可以在 两层楼三层楼以上 种花种草 OK就很厉害 因为有什么 因为有 那个永恒族帮他们 OK当然不是了 好所以 古巴比伦他怎么样定义 他说 影子来到正北方 OK来到正北方 定为中午 OK 所以 答案应该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 正北方 答案是D D选项 OK 再来 我们直接看题目就好 有时候直接看题目再上去找就好了 他说 依照古巴比伦的日鬼观察 可以推测太阳 每小时绕圆星角为何 这个他没有讲 这个你就要自己算 OK 他说把白天怎样 白天分成12个小时 那我们就这样想好来我现在要画图了 PowerPoint把它叫出来 OK来 他说 太阳到正北方的时候 粗一点太细了 这是地面上 这是东方 这是西方 太阳出现在最正 最正上方 OK 那这里 这里的时候好 这里是正北方 然后呢好你就去算吧 因为白天只有12个小时所以 这里是中午12点 OK 那这里就是早上 中午12点我就写12 PM 早上6点 升起来嘛 然后晚上6点 跑下去嘛 所以 我这边可以分成几个小时 刚好 就是分成12个小时嘛 OK 所以 题目问你的是什么 每个小时 绕行角度是多少 什么意思 6点的时候太阳在这里 太阳我就用红 红色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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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每个小时我们就白切嘛 总共有12个小时所以这边有 12个小时这边有6个 1 2 4 5 12 13 这个是1PM 23 3 少一个 5 6 5 4 3 2 1 11 10 9 8 7 这样可以吗 好所以总共分成几个 一个 1块 2块 3块 4块 5块 6块 所以左边6右边6总共分成12块 180度除上12 你就可以得到多少勒 每个小时你会得到除多少 除2就是 94 4 90 94除以4 是吧 我 等下我算错了 除以2 928 6 除以3 30 再除以2 15度 所以我每个小时 15度 这样可以吗 每个小时是15度 所以回到这里每个小时多少 15度 这样OK 好最后 他说 佩佩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日轨 到吃到地去玩 是否可以拿来 计时 当然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OK当然也可以 所以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可以 等一下 不行 答案是不行 YouTube 在吃到是否可以 因为他的那个针 因为他这个针 他的针 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夹角45度 这个夹角45度表示什么 因为这一个 写一下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 因为怎样 因为 此 日轨 只能用在 维度45度的地方 维持日轨 这怎么显持日轨 只能 用 在 用在维度 45的地方 45度的地方 的 地区 好 就这样 所以我们第七章 讲完了 第七章讲完了 这边先暂停 我们下午兜下 我们下午前 进去 身充